哈喽,现在是在长治一个酒店里边 就是山西长治,深春兰的老家 这是开的酒店,一百块钱 然后呢,看今天吃的什么哈 就是刚才去了,就是咱看看这个全国人大代表深春兰的老家 物价怎么样 刚才是这最近几天呢,就是也没挣到钱嘛 然后呢,想吃肉了 刚才去了一个饭店,我问他养肉多少钱 他告诉我十一,当时想买 然后呢,一问十一,十一是一两 然后大概是一百亿一斤 哎呦,把我吓得没有买 没有买,现在只能买一些素菜哈 就是这个,这是素拼 还有一些正心鸡排嘛,看到没有 正心鸡排,鸡排是包括这个炒方便面 这买的炒方便面都卖到十块了 这个物价确实不低啊 这个长治,陕西长治,深春兰的老家 中国人大代表 物价确实不低 确实像他所说的一样 就是中国的民主是不需要和老百姓商量的 对 是这样的 确实的,我操 四五天没吃肉了 确实吃不起 因为这几天没有收入